各位家長,有很多小朋友可能會去幼稚園的面試 我們今天嘗試說一下,如果你的小朋友是比較靜的或是害羞的 我相信你會很擔心,他在面試的時候不出聲 會不會影響他入學的機會呢? 我們嘗試在這裡看看,如果這一類的小朋友 我們有什麼可以幫助他們 第一件事,我相信你們支持 盡量讓他多見陌生人 不只是親戚朋友去見慣的 甚至可以跟他去超級市場 可以跟姐姐去聊天 在外面遊樂場的時候,讓他多接觸陌生人 第二件事,我相信很多家長都會很懷疑 就是通常一些民靜的小朋友 其實他睡眠很重要 如果他休息得夠的時候 你會不會發覺他的情緒會比較穩定一些 所以我覺得,如果下午去面試,可以休息一下 睡覺,讓他輕鬆多些 或者另外一件事,說到情緒 其實父母的情緒,你很緊張的時候 這些女小朋友其實很敏感 所以你自己都要放鬆多些 再加上,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帶他在學校附近 早一點去,在附近逛逛 讓他有溫暖,認識環境的機會 相信這個都會對他有幫助的 至於,現在我知道很多家長 可能一部六部幾間的幼稚園 盡量可以安排到他面試的時候 不要一天兩間或者三間 因為這些都會給小朋友有壓力 最後,我也可以提議家長 給他帶一件他平時很喜歡的玩具 或者他喜歡看的書 但是要記住提他 要他放在袋子裡 才可以進去學校 或者去見老師 最後,我也聽過有校長跟我說 其實這些小孩子 他們當時的表現都是有限的 其實他們好看 就是家長怎樣去回應 這些小朋友的表現 所以各家長 相信你自己的表現 都是很重要的 希望這些小小提示對你們有幫助 拜拜